美成尽信会,主日崇拜,现在开始! 我们今年的主题,新生命,新价值,新生活 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的聚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也非常欢迎你 只要你凭着一颗真诚的心,谦卑的心 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 他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赏赐 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 一方面我们感觉到这个疫情给我们很大的限制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 好像有你的意思在里面 你是不是要我们安静下来反思一下 我们平时做惯了的 但是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其实是不合你的心意的 我们求你今天借着这个聚会 让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反思 以致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能够学习一些平时我们学习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大家起立唱两首歌曲 感谢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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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神 自明天盼望 感谢神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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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破碎的生命的一万圈 莫感到我清白的一起的自由 倒影你那救赎的恩典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破碎的生命的一万圈 莫感到我清白的一起的自由 倒影你那救赎的恩典 永远与罪得理 永远与罪得理 被输教会喜得情节 永远与罪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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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输教会喜得情节 永远与罪得理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破碎的生命的一万圈 莫感到我清白的一起的自由 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 谢谢你为我死在释迦上 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 我感恩我今晚得以致的自由 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 现在我们是一同守圣参的时候 请我们先认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所有做了基督徒的 我们虽然知道 我们对罪这个事情的敏感度高了很多 但是我们的罪性还没有连根拔掉 我们还需要你自己的圣灵 常常来感动我们 给我们力量 现在我们要领你的设立的圣餐 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特别是我们在心思言语行为 各方面往往都得罪了你 也得罪了别人 求你自己亲自来赦免我们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相信大家已经预备好了 面包或者是饼干 还有一杯红色的饮料 我们现在一同来领受 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 圣餐的饼 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去的 这一杯饮料 代表耶稣基督的血 为我们流出来的 我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足谢了 就掰开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 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请我们一同领受这个饼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请我们一同领受这个杯 我们感谢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既然你把你自己的生命 也给了我们 我们用什么来感谢你呢 我们唯一的可能 就是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身体 献上 当作活祭 被你使用 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还余下的光阴 我们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 我们的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在《创世纪》第二章 15到25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耶和华神 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 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生出 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 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 痴身露体 并不羞耻 在你面前有一本圣经 希望每一个人都 家里有一本圣经 最好是有一本 一本圣经 而不是从网上 下载下来的 当然也是 不是不可以 那因为这本圣经呢 你可以打开 你可以在下面 做一些记录 你可以画一点线 还可以用颜色在那里 强调某一部分 每天都要读这本圣经的 就好像我们每天 就要吃饭那样子 那你的属灵的生命 才能够成长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 叫界限 跟这个疫情是有关系的 就是叫界限 这个疫情给我们画了很多界限 你不遵守这个界限 你过了这个界限 这个病毒就会侵犯我们的 你看政府不是说 各国的政府都说 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 要保持一个距离吗 要1.5米吗 这个就是界限 你过了这个界限 1.4吧 1.3吧 这样子 你过了这个界限就很容易被感染了 还有我们发现 还有很多其他的界限 现在我们买菜 出去做运动 送货 工作都有了界限 你出去运动 以前是不能超过1公里的 现在不能超过5公里的 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不能超过5公里的 现在工作都要在家里做了 不能够到写事楼那里去做了 都有了界限 探访人也有了界限 一共有几个人 什么时候一共几个人 几个人可以出去探访 可以聚在一起 过了界限 就会造成传染了 也会被罚款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当中 忽然发现原来界限是那么重要的 基督教里面有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界限 是英文的 叫boundaries 这本书很出名的 前几年有一对夫妇送给我的 我老早就知道有那么一本书了 是基督教两个作者写的 他把界限分成四种 就是身体的界限 理性的界限 感性的界限 和属灵的界限 四种 假如你对这本书有兴趣 我觉得你可以到基督教的书局去买 因为很多事情 看起来不是罪 甚至你认为是我的好意 但是因为你过了界限 就造成祸害了 就好像在疫情当中 你以为不要紧 1米半 靠近一点也不要紧 你过了一点 往往会造成祸害的 并且政府也要罚你的 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 已经给了我们人的一些基本的界限 今天我们要注意这些界限了 好 我们看看 首先 第一种的界限 就是道德的界限 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 有一棵分别善恶树 这是创世纪第二章那里的 十六十七节 耶和华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看 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这里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就是说 这个园里面有很多树啊 这个空间很大呀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段经文呢 解释为 哎呀 神限制 神限制人呢 不给人自由 他说 只是 只是这一棵树的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 所以我们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善恶是由神来决定的 不是由我们来去决定的 这个就是界限 你看 这里这棵树 就是分别善恶树 那旁边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树啊 这个果子都可以吃啊 是不是啊 那么 但是呢 我们发现了 这个魔鬼很厉害 他会把这个界限的模糊 化啊 神的话稍微改变一点点 他说他是不是真的啊 然后他说 是不是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啊 神没有这样说呀 神只是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啊 那这个就是问题了 这个就是魔鬼啊 他使人产生一种怀疑 怀疑这个神呢 他很喜欢约束我们 他很喜欢不给我们自由 他把神的界限呢 模糊化了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看 这条蛇就跟这个夏娃说了 神岂是这样说呀 他是不是对你们说 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啊 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去引诱夏娃 把神的界限呢 模糊化了 其实界限是用来干什么呢 界限是给我们安全的 哎 因为十七节那里说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就是说 这里有个界限的 你不要过界 你过了界呢 你就死了 你不过界 你就安全了 界限的目的 就是给我们安全的 你看 就好像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也有个界限了 是不是啊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这种的栏杆 也不一定是一种篱笆 反正 总是有一个显示 说这条是界限 尽管这个栏杆 其实我 你叫我爬进去 我也爬 我也能够爬进去 但是因为他有了一个界限呢 就给这个房子的主人 一种安全感 就是你进来 你都犯法了 所以界限是很好的 他给我们安全感的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道德的界限呢 是好的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道德的界限呢 我们知道遵守神的道德呢 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安全感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动物跟人的界限 动物的界限 动物有什么界限呢 我们看18到19节了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我们看看 这里啊 他讲到配偶 也讲到走兽 飞鸟 把他们带到人的面前 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个是亚当 我们看看当时这些野兽 狮子 什么马 都可以跟人很亲近的 因为以前的动物是不怕人的 但是动物始终不是人 他不是配偶 他们是动物 他们不是配偶 人跟动物还是有个界限的 后来神创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 那才是这个亚当的配偶 这个是人与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界限 我们不能够把动物当做一个人 他可以亲近我们 我们可以保护这个动物 但是他不是人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当后来啊 有人与这个野兽交配 按照我自己知道 今天也有的 人跟动物交配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我很难想象 但是圣经说了 这是神所征悟的一件罪 你把这个动物变成一个人 我们没有尊重动物与人的界限 动物不是配偶啊 人才是配偶啊 那我们看看 这个神把这个动物带到这个人面前 要这个人亚当给他们起名 二十节 那人便给一切生畜和空中飞鸟 野兽 走兽 都起了名 起名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尊重 代表爱护 你看这里啊 这个动物可能是一条狗了 这个人叫他的名字 叫他的名字 他就过来了 伸出手来 他就把手伸出来了 动物也需要被尊重的 我有一次到乡下去 到我自己的乡下去 我发现乡下的狗没有名 他们的羊 他们的狗都没有名 所以乡下的人对那些狗羊 都不客气的 都不爱护的 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面 我们知道宠物也需要一个名字的 当我们给我们的宠物 猫啊 狗啊 兔啊 给他们一个名字的时候呢 你一呼唤他呢 他会知道的 他知道你叫他 他会与众回应的 我从来没有养过狗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们 我跟我太太住在一个房东的家里边 房东是基督徒 他们很好 他们家里面就要 就有三条狗啊 因为他的家非常大 我一叫呢 那个狗都知道了 狗跟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名字代表一种尊重 代表一种爱护啊 代表一种 你可以跟他有某个程度的接近啊 虽然你不能够跟他谈话 但是动物也是知道的 你叫他的时候啊 啊 好 这是名字的的意义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动物啊 就糟糕了啊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说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包括动物啊 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哎呀 但是自从人犯了罪之后啊 人过了戒之后呢 影响了动物啊 连累了动物啊 你看这个小小的象啊 他被一个锁链啊 锁住 他的头也受了伤 从小的就训练他 要干这个干那个 他其实很苦的 你们看这个狮子 你不要以为他很凶啊 狮子也很苦的 你看这个狮子多惨啊 他一个眼睛没有 他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眼睛 我也不知道 很可能是跟别的狮子打架吧 啊 一个眼睛也被挖出来了 哎呀 我觉得很可 很可怜啊 他的嘴啊 你看充满了血啊 原来今天所有的动物 连植物啊 也会 也会有病的吧 啊 他们都叹息劳苦 因为人犯罪啊 就连累了他们 其实他们都在那里等候 也等候啊 耶稣基督再来 啊 这个是 现在我要提一个题外的话了 耶稣基督再来 就是 他把他的天国带来了 就是千禧年 到时候还有没有动物啊 有的 因为刚才罗马书那里不是说吗 一同探戏老虎 直到如今 那里还有的 他们都一同盼望 我们这是属于神的 我们身体复活 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有盼望了 啊 他们也可以得到平凡了 所以 到了 天国来临的时候 就是千禧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有动物的啊 好 我们现在 现在看看第三种界限了 就是身体的界限 那么身体界限是指什么呢 啊 我是指啊 这个夫妇成为一体 啊 这个身体啊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啊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 这里是神 他创造了下娃 他从亚当的肋骨那里拿了一条出来 造成下娃 所以这个亚当一看见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哇 很好啊 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因为他是从他的骨里边拿出来的啊 换句话讲 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骨肉啊 我们中国人说儿女是我们的骨肉 当时圣经说妻子才是我们的骨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为什么说可以称他为女人呢 因为希伯来文 男人是ish 女人是ish啊 就加上一个啊啊 ish啊 就好像英文 男人是man 女人是woman woman啊 就这样 这个样子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女人呢 是从男人身上下一声就出来了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啊 就好像这里 在伊甸园那里 男人跟女人成为一体了啊 亚当夏娃 呃 成为呃 一体了啊 他没有跟动物成为一体 这个很重要 也没有跟另外的人成为一体 就是夫妻二人啊 他不是跟儿女成为一体 不是跟父母成为一体 乃是两夫妇成为一体 他也不一不能 不应该与其他人犯奸 犯奸淫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知道夫妻的关系 是人间的关系之中的核心啊 我们我们中国人呢 往往与父母成为一体 与儿女成为一体 这个上下的关系 这个是错误的 圣经的设计 神的设计还是最好的 当我们最重视这个夫妻的亲密的关系呢 对什么都好的 特别是对儿女非常好的 所以你假如生了孩子 你要跟丈夫睡觉啊 不要跟儿女睡觉 这个很重要啊 他很快就适应了 你要他一个人啊 睡在一个小床上 或者是在你的房间里 或者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都好 好 这个是这个身体的界限 叫夫妇成为一体 那么婚姻当中呢 也有个界限 就是二十五节那里讲的 当时夫妻二人吃身露体 并不羞耻啊 你看他们两个当时是不穿衣服的 而他们不感觉到羞耻吧 啊 因为啊 夫妻两个啊 吃身露体是可以啊 其实在全世界 你说我吧 我在谁面前可以不穿衣服呢 我洗澡的时候 谁可以进来 进来我们的洗澡间呢 就是我太太一个人 其他人都不能进来的 连儿女也不应该进来的 父母也不应该进来 假如在另外一个人面前 吃身露体呢 你就感觉到羞耻了 所以你发现很奇怪的 我听过一些人啊 他以前是大罪人啊 他信了耶稣之后啊 他做见证 他说他以前脾气怎么不好 他以前怎么样打架啊 黑社会吸毒贩毒酗酒赌博啊 但是一谈到这个奸淫这个事情呢 他不提的吧 就算提也是轻轻带过就算了 为什么呢 也不应该提 因为这是羞耻啊 羞耻的 所以你在另外一个人面前 呃 吃身露体啊 你应该感觉到羞耻啊 你做过这个事情啊 都不应该再提了 你自己向神认罪就就可以了 啊 只有夫妻两个 呃 吃身露体啊 就啊 就没有羞耻了 好 那我们很快的从创世纪 讲到啊 就是三种的界限啊 道德的界限 动物的界限 身体的界限 我们看看其他的界限啊 圣经其他的界限也非常好的啊 那么其他的界限呢 基本上从十条诫命那里呢 可以呃 看到的啊 呃 十条诫命也就是代表人权啊 不可偷盗 就是人有财产权啊 呃 不可奸淫 人有婚姻权啊 呃 不可撒谎啊 等等 都是保护我们的人权的 好 我们从这个界限的角度去看看十条诫命 我们不把啊 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的经文全部打出来了 啊 第一条诫命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是一条信仰的界限 就是说我们尊重这个界限 尊重神是神 我们不能够以别的神去侵犯这个唯一的真神 还有呢 第二条诫命 不可拜偶像 这也是一条信仰的界限 偶像不是神 就算金钱 你你你你把金钱看得太重 那也是呃 一个偶像啊 你把名誉看得太呃很重 那也是个偶像啊 偶像不是神 我们不能够把一些偶像来呃 侵犯到神的呃 神的主权啊 假如不是的话呢 就过了这条呃 界限了 然后是第三条的诫命了 就是不可网称神你的名啊 神是权威 我们不能够用神的名作为一个权威啊 随随便便用神的权威来美化自己的行为 怎么叫网称神的名呢 有些人不懂啊 其实我们基督徒特别要小心 因为我们常常啊 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自己做了一些决定 其实你不知道是不是神叫你做的 但是你一开口对人说着 哎呀感谢主啊 哎呀感谢神啊 怎么怎么样 哎呀我们要小心啊 呃 不是不可以说感谢主 当然你真是知道是神的带领 你可以说感谢主 假如你不清楚了 那就是那件事情只是你 你想做的 你说哎呀感谢神啊 这样子啊 呃 曾经有一个女人 她她认为啊 她要跟她丈夫离婚 她们两个都是基督徒 我劝她不要离婚 她说 哎那我不离婚 我不开心啊 难道天父 呃喜欢看见我每天都不开心吗 所以离婚是她 她的意思 哎这个就是 网称神的名了 圣经说明 呃 你不可以离婚 因为她丈夫没有犯奸淫了 她丈夫其实对她很好啊 这个女人为什么呃要离婚呢 其实我知道 因为她是我们教会啊 当时在香港最漂亮的一个女人 她漂亮到一个地步啊 她可以做电影明星的 很多人都这样说啊 很多男人追求她的 其实她丈夫对她很好 她就是感觉到 其他男人对我更好 那为什么你会对 这样子对我呢 我们全教会的人都不理解 你丈夫到底对你有什么不好啊 我听来听去也听不到 而她就网称神的名了 说天父不喜欢看见我不开心的 天父希望看见我每天都看见开心的 所以她要跟她丈夫离婚了 啊 那我告诉你大家 呃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 呃 做了一件事情 为了不想别人批评 就 呃 就是呃 就是 首先都说 哎 感谢主啊 当你一说感谢主 谁还敢跟你说话啊 是不是啊 你都感谢主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主要你做的 哎这个我们非常要 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随随便便就说感谢主 啊 大家要明白我的意思啊 不是说完全不可以 呃 有的时候真是要感谢主的 但是 你假如不是清楚的话 哈哈 只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啊 你不要感谢主啊 你不要感谢主啊 有人呃曾经啊忽然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啊 我说你为什么忽然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哎呀因为现在这个房价很高 现在卖了赚钱了 感谢主啊 哎呃我就觉得不好 这个呃你也不是需要呃买另外一个房子 因为你也不是需要卖这个房子 你为了多赚一点钱就卖了这个房子 然后就说感谢主啊 这个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真是要小心啊 啊 好 还有另外一个界限 就是第四条界命 当守安息日 这个是身体的界限 什么叫身 这个这里的身体的界限 跟我上面所讲的不完全啊 一样啊 这里说你看这个线呢 我故意的这限制的线啊 线度的线啊 不是一条线的线啊 啊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啊 日历啊 啊 月历啊 啊 一个月的啊 这里呃 第一天是星期天 Mon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每周应该有一天是我们的安息日 哪一天是另外一回事 但每周应该有一天 你不能不停工作的啊 当然现在在疫情当中 你不停下来也不行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每天工作的 总有一天要啊 啊 休息 这是神给我们的身体一条的界限 啊 人不是机器 我们的身体不是机器 身体是需要休息的 各位假如你是个工作狂 你真是要注意 就算你每天的睡眠 你也要注意的 要有足够的睡眠 足够的休息 我们的身体是有个界限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身体来劳动啊 劳动啊 超过你的界限呢 终于你会有你会得病的啊 第五条界命 是什么界限呢 是两代的界限 当孝敬父母 就算我们的父母已经年老了 我们现在是年轻 或者是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我们要尊重这个两代的界限 因为圣经说 当孝敬 这个孝这个字呢 只是中文 还有被中国影响的日本啊 韩国啊 越南 还有这个孝字 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孝字的 就是尊敬 圣经也是 这个尊敬就好像你尊敬老师 尊敬长官 尊敬朋友 是一样的 就是当尊敬父母 父母不一定对 但是呢 我们要尊敬他们 怎么尊敬呢 你看这个女儿 她就蹲下来跟爸爸讲话 爸爸坐在那里 她不站起来跟爸爸讲话 这就是一种尊敬 就是我跟你拉平 我还比你低一点点 我蹲下来 我们不能够把父母当成平辈的 父母就算有错 不能责备他们 不能骂他们 不能批评他们 你只能劝他们 这是两代的界限 非常重要 你看这个女儿是在那里笑的 爸爸也在那里笑 我们还要讨父母的喜悦的 这个非常重要 不过我也要提醒各位老人家 上一代的 我们也要尊重下一代 等一下我会讲的 好 第六条诫命 不可杀人 这是生命的界限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命权 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别人杀掉 耶稣说连恨人也不可以 因为我们恨人呢 就是希望他不存在 希望他死 所以恨人也是不应该的 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 堕胎也是杀人 你看你不要看这个小胎儿 在妈妈的肚子里边 他有生命权的 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比较 华人教会比较少讲的 他也有生命权的 不要因为他不能保护自己 我们就有权把他打掉 杀掉 我们这样子欺负他们 是不对的 当然我知道有人说 假如医生检验说 这个胎儿生出来 他会不正常的 他会瞎眼的 或者是缺腿的 等到他出生之后 他不开心 还不如现在不让他出生了 这也是不对的 是不是不开心的人 就没有生命权呢 那这个地球上 很多人不开心呢 是不是把他们杀死啊 假如你不开心呢 就我们把你杀死吧 对不对啊 不开心的人 不快乐的人 也有生命权呢 而且你怎么知道 他不开心呢 他不一定的 很多那些得到蒙古症啊 痴呆症啊 这些孩子们呢 他们比我们都开心 因为他们没有 他们的思想比较单纯 所以根据圣经 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啊 就是每一个胎儿 都有他们的生命权的 我们这一点是 华人教会比较少讲的 真是我们要注意 啊 好 然后呢 就是第七条 诫命了 不可兼淫 这是婚姻的 界线 这个也非常 非常重要的 一个界线啊 我们看看 这里这三个人 这个男的 抱着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应该是 他的妻子 或者是他的女朋友 怎么样啊 诶 但是他的手 跟另外一个女的手 拉在一起啊 暗中暗暗的 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过了 婚姻的界线了 别的 别人可以做 我们的朋友啊 甚至可以做 很好的朋友 但是不能进一步的 进一步呢 就会非常的危险了 就是过了界线了 我自己的朋友当中 很多都是两夫妻的 我跟他们两 我们两夫妻 跟他们两夫妻 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是朋友 是非常好的朋友 甚至我们可以 四个人一块祷告的 但是我们 我们不过界线的 我们知道 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 我的妻子是我的妻子 我们不能越过 我们的界线的 越过界线 就是犯奸淫了 这个是非常 严格需要遵守的 一条界线 今天很多人 都不遵守这条界线 假如两夫妻 其中一个犯了奸淫 你可不可以原谅呢 他们两个都很痛苦的 我告诉你 一旦犯奸淫呢 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的 不一定要离婚 当然圣经说 对方犯奸淫 你可以离婚 这是圣经里面 耶稣讲的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离婚 可以透过原谅 我也见过 透过原谅 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以后就是 还是很好的夫妻 但是一定会造成 很大的伤害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要遵守 严谨地守住 这一条的界线 还有第八条 就是不可偷盗 这是财产的界线 别人的东西 我们不能够偷的 你这样子呢 就是侵犯了别人的财产 过了这个界线 我特别想提的 就是说 你不一定偷钱 你在单位里 好像这里 可能是个医院吧 医院里面有好多毛巾 卫生纸 怎么怎么样 你不能够随便拿回家用的 你拿一条也不对的 你看这里 他有很多 医院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口罩啊 你在那里包装 你说拿 拿几个回家用吗 不应该 不应该 除非是医院里面 不要的东西 你可以拿 这个我们做基督徒 也要知道的 圣经说不可私拿东西 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 这个也是偷东西 尊重别人的 尊重单位的财产权 财产的界限 第九条诫命 说不可撒谎 圣就说不可做假见证 也就是不可撒谎 你看这是真理的界限 这个人在那里宣誓 他按着一本圣经 说我今天讲的话 全部都是真理 全部是真的 一句假话也没有 但是他其实在那里 所谓假话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侵犯了真理的界限 真理就是真理 圣经 全部圣经就是真理 撒谎就是侵犯了真理的界限 这个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一定要注意 连一些方便的谎 也不要去讲 那么最后一条诫命 就是不可贪婪 就是心的界限 这个女孩子 她没有去抢夺 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洋娃娃 但是她的心很不高兴 她的心在那里贪婪 原来我们的心 也有个界限的话 虽然我们没有把 我们的贪婪 化为行为 但是贪婪已经是不行了 这条诫命非常的厉害 因为它指到 一直指着我们的心来讲话的 原来我们的心也有界限的 心不能够贪婪 甚至说不能贪婪别人的妻子 房屋 就是别人的牲口 就等于今天我们的别人的车 别人的房屋 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谁 什么东西都好 我们也不能够去贪 好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民主的基础 是需要尊重别人的界限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其实全世界的国家 人民都希望民主的 连我们中国 你在地下帖那里 他们也 也有些广告的 说我们要民主 民主 其实民主 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尊重别人的界限 这是我们中国人 真是要学的 不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了 我们就会有民主 不一定的 我认为我们中国 中国人 还没有打好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不能够有民主 我们看下面这些图 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举个例子 就是交通的界限 你看澳洲的街道 任何国家的街道 一些宽的街道 都有车道了 是不是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车道 你本来走在左边的车道 你要过右边的车道 你要怎么样 那条车道是别人的 你要打个灯 你打个灯就通知你后面的车 我要过车道了 这个就是尊重 这个是很基本的尊重 我到中国去 我发现不是的 他们不理的 不打灯的 就这样过去 甚至有些车 就开在这个线上 根本就一个车 站着两个车道 这个就是不尊重 我们在澳洲一定会发现 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个人 在你面前走过 他说对不起 他说sorry 其实为什么他说sorry呢 他也没有碰到你 没有撞到你 原来他尊重界限 一般的西方人 他们的感觉在 你我之间有一条线的 这条线有个距离的 这个距离没有一条线 画在哪里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我一旦侵入到你的范围当中 我就过了界限了 所以我就要说sorry 就算你没有碰到他 你也要说一个sorry 你看光是这一点交通的界限 行人走路的界限 我们就没有遵守 在我们中国呢 你碰到人 碰到他 也不需要想 对不起 不需要讲了 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东西 假如我们能够尊重界限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有民主了 另外一个就是儿女的界限了 我刚才讲到孝敬父母 那我们的儿女已经大了 那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界限 我们不要干涉他们 干涉他们的生活 干涉他们的决定 我们要让他们当家 因为我们管我们的儿女 管到他成人呢 我们的责任已经完了 不要再管他们了 假如他们生了小孩子呢 我们也不要说 我要去帮忙 怎么怎么样 要等他们邀请我们 我们才去帮忙的 我们也有两个孙 我们很想见他们呢 但是我们不会去 我们来 什么时候来 我们是等我们的媳妇 邀请我们 我们才去的 哎呀 你们可不可以啊 一周来两次啊 我是好啊 或者是不好啊 然后我们再决定 到了他们家 我们也不能占领他们的厨房 这个碗不要放在那里 这是杯不要放在这里 这个碟子应该放在那里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锅应该怎么样 千万不要 就算我们是好意啊 会很讨厌的 会造成他们很怕我们的 这个是儿女的 就是成年的儿女 不是小孩子啊 小孩子当然我们还要管他们的嘛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也是需要尊重的 儿女的也有一条界限的 他们往往不好意思跟我们说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到我们不能活动了 他们来照顾我们 我们也没有这个希望了 我们到时就到老人院去 那里的照顾是更好的 另外一个界限呢 就是谈话的界限 就是我们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不要太好奇 什么都想知道 人家的秘密都想知道 我特别想提的就是说 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 不要太不要问人家 你的房子买多少钱呢 不要问这些问题 你的收入有多少啊 不要问这些事情 除非人家自动告诉我们 假如不是话不要问 在澳洲是不能问这些问题的 你今年几岁啊 有的时候可以啊 问小孩子可以啊 但是年轻人中年人一般都不需要了 年纪大了 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这些东西 人家的年龄收入房价 这个除非他自己说 他不说你就不要问了 这个假如不是的话 就过了界限了 当然房子值多少钱呢 你上网一查就知道了 你也不需要问就知道了 所以不要问 问这个是没有礼貌的 工作也有界限的吧 工作的界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 现在都讲分工在一个公司里边了 你管这个 我管这个 大家都有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要多管闲事 在工作当中 就算我们想帮忙 我们也要问对方 你想不想我帮帮你啊 这样子啊 我们插手去管别人的工作 插入他们的工作范围 那是不对的 工作是有界限的 我们也要讲一讲 教会有没有界限呢 你看这个是教会 教堂 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是不是 我们都要贡献给教会的 但是在教会里边 跟工作的界限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帮忙 当然需要帮忙 但是需要尊重别人 他要我们帮忙 我们才帮忙 人家不要 我们就不要去 一定要去帮他了 并且我们还要尊重 同工会的决定 每一个教会 都有个同工会的 同工会决定了什么 那我们就要尊重 你不能说 同工会决定了一个事情 你就说不对的 那个是完全不对的 等我来 我见过一些人 他是好意的 同工会决定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做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在唐人街 怎么怎么步道 但是到去的时候 他说 这样不行的 我们要买多点礼物 送给那些路人 同工会没有决定送礼物 这样不好的 一定要送礼物的 不要一个人 你太过分热心 你去干涉 同工会的决定 你假如不服 同工会的决定 你可以对同工会说 你们这个决定 有问题吧 我提议 你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 你不能够同工会决定什么 你自己就一定要去做另外一个 不行的 好 最后呢 我还是要提提男女的界限 你看现在澳洲也有 西方国家也有很大的问题 男女的没有 没有界限了 以后就可能没有男厕所 女厕所了 你认为你自己是男人 你就是男人 你认为自己是女人 你就是女人 这个不对的 男女是有界限的 在教会里边 或者是在教会外边 我们可不可以好像洋人 与另外一个人拥抱呢 可以 但是拥抱呢 也有拥抱的界限的 假如一个男人去拥抱一个女人呢 这个女人有一种感觉的 你过了界限呢 你乱拥抱 拥抱太久太紧了 这个女的会感受得到的 哎 这个是很微妙的 那我也不拒绝 因为我们在澳洲嘛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跟中国人 我们也会拥抱的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很难解释 但是不能太紧 不能太久 啊 啊 呀 我们男女的接触都有一个 可以握手啊 但是有一个界限的 我 我特别想提 假如你有个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他可以来你家吃饭 但是他不应该来过夜 来过夜呢 就算你们他过夜在住在另外一个房间呢 我认为也是过了界限 他不应该在你家洗澡的 哎呀 这个作用的 界限是好的 界限是给我们安全感的 界限是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的名誉 保护我们的身体 保护我们的关系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提醒我们 从现在 我们要知道这个界限 我们要尊重 神给我们的界限 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作为中国人 华人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人与人之间 是有个界限的 人与动物 人与神之间 是有个界限的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看到圣经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其实常常提到这个界限 你的诫命 你来提醒我们 不要越过我们的界限 我们感谢你 因为界限是好的 正如交通的界限 那个交通灯 这个车道 是用来保护我们的 我们随便过了这个界限 随便冲过这些交通灯 反而是危险的 反而是不安全的 你给我们的界限 无论是男女的界限 身体的界限 道德的界限 都是好的 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种界限的意识 我们以后能够过我们的生活 过得更平稳 我们的关系能够更好 我们更得到安全感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 每一天我需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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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需要你 神灵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洗出来你的心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洗出来你的心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愿我生命淡淡 永不失去洗出来你的心 每一天 每一刻 每一刻 我要更多 爱你 爱你 我们收今天的奉献 请各位继续用网上奉献 教会的名字 银行号码 账户号码 都写在这上面 请你奉献的时候 著名Chinese 这个字 现在我们为奉献祷告 也为投影上的事情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尽管我们不是很富有 但是我们还是有奉献的能力 我们相信 我们奉献给你 不是我们的损失 乃是我们的福气 因为你说 师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今天就求你 使用约纳 使用我们的奉献 来发展你自己的国 我们也为澳洲的疫情祷告 因为最近 连新南威尔斯州 他们的疫情也有反复 我们维州这里也是反复 我们求神你自己 进一步减低受感染的人 还有医治所有的病人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 也激发了政党的矛盾 求神给我们澳洲的政党 都有他们的政治家 都有谦卑的心和爱民的心 我们也为美国的大选祷告 我们知道美国是 现在还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美国的大选很重要 我们虽然不能够去选举 但是我们求神你自己亲自的掌管 让以后的领导人 能够出尽你自己的福音 促进他们的国家的平安 我们知道一些国家的疫情 非常的严重 还有战争 好比说在阿塞拜疆那里 也有战争 还有些国家有动乱 在亚洲的基尔基斯坦那里 非常的乱 还有白俄罗斯 黎巴嫩等等 我们求祝你自己 亲自平息那些战争 那些矛盾 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聘墓来呼求你 求你指引我们 使我们聘到最合理心意的墓者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的中英文堂 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还是有效的能够传扬你的福音 叫多人相信你 主啊 我们教会很缺少青年人 这是我们教会的短板 我们求神你自己 亲自把青年人带到我们教会中来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听几件报告的事项 教会的英文那边的儿童工作负责人 问两位小朋友的弟子 一个是Melody Chan 一个是Daniel Shee 假如你是他们的家长 请你在大群那里通知一下 这两位小朋友是谁的 就是你们的儿女 并且你们的弟子是什么 弟兄团呢 本月呢 是31号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四点钟举行 由吕雪松牧师来讲 如何成功的融入澳洲社会 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了 请大家在大群当中报名 我们的祷告会早上9点15分每周日 专门为你的需要祷告 你有任何的需要 欢迎你来参加 今天崇拜之后 就是每次圣参主日之后 我们有网上的交流 欢迎大家来参加 请大家起立领受祝福 愿三位一体的真神 亲自把一种界限的意识赐给我们 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 也能够遵守我们的界限 不侵入别人的界限里边 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请仍然保持站立 唱三一颂 三一颂之后 可以磨蹈散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